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房地產科技和碳中和 其實在建築碳中和裏面,我們要去看有四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建材生產,第二個就是建築建造方面 第三個就是運營和維護,最後就是廢棄拆射 建材生產那裏就是在生產一些建築材料,尤其是一些叫做Cement 那些鷹泥那裏,其實它的污染是很厲害,有沒有辦法可以減低它的碳排放 第二個就是鋼鐵,鋼鐵它的熔爐那些碳排放消耗也是非常之厲害 在那個生產裏面有沒有辦法,是用一些叫做人工智能,大數據 令到它那個鋼,那個熔爐的套率提高,這個是可以去想的 第二就是會不會有一些碳捕捉的方法,是可以將那些碳排放抽出來,去封存它 或者是再去利用的,這些都是一些方法 或者在建材裏面有沒有可以加到一些綠色的元素 原來它可以,譬如我有個朋友,它是做一些油漆 它是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可不可以去生產這些綠色的建材呢 這些或者整個生產線裏面怎樣去想呢,都是一些方法 第二就是在營造裏面,營造的時候,是究竟現在我們經常都說的 用一個叫做MIC,就是組裝建築法,在工廠生產了整個東西搬去裝陷 令到在現場施工,很多浪費,很多遇不到的因素的時候 在工廠已經做了,整個流程有沒有辦法在建造建築的情況之下 去減排智能都是一種方法 在營運和維護,就可以靠一些科技 例如有些軟件,加上一些IoT 可以令到那個空調設備用得是最合適的 或者是有一些可再生能源可以用到 譬如一些後備發電機,我們不用傳統的發石燃料 我們用生物柴油,或者是加多一些可再生的能源 加一些太陽能板,加一些玻璃是可以變成太陽能的 接著就可用的,循環用的雨水,這些都是可以去做 去到最後,就是拆射的時候,就是我們廢料怎樣處置 拆了這些石屎怎樣可以再利用,鋼筋怎樣可以再利用 用運輸搬運的,我們可能用一些輕能的拆射機 輕能的運輸車,這些都是 這裡全個就是在建築裏面怎樣去造成炭中和 今天想說的PropTech和綠色金融炭中和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拜拜 拜拜